少爷们你们回来了 好久不见 哎呀 太多年没见了 感觉有感觉吃得不错呀 少爷 长高了 是吧 对年纪越大越高了 来来来少爷们坐 少爷们坐 好久不见了是不是 发展的怎么样这两年 不错不错最近 这几年你们在社会上 我知道都闯荡出一些名堂来 能不能说出来让管家开心开心 那是从那个过完六学会来的 哇你听到这伦敦口音 这伦敦口音 伦敦口音 那是从那个河南 河南伦敦吗 我们的阿姆斯河南 哈哈哈哈 黄少爷怎么样 我们在国外发展 国外发展 你是在国外发展 在象山是吗 最近在象山发展 咱家的老宅是为我建的 最早象山影视城就只有一个地方 叫做神雕侠旅城 就是为点为了这个戏 为了谁啊 为了他为了本少爷 我呀 如果名少爷要这么说的话 假少爷 不就叫我奥天 龙奥天 龙奥天 这几个兄弟啊 在外面 装活多年都是由我个人 来帮他们一一摆平的 奥天觉得 九府应该是我的 那俊少爷呢 这两年怎么样 这两年啊 我就是觉得过得有点孤单 除了钱一无所有 哎呀 是的 所以你回来是慰问的是吧 看看哥哥们过得怎么样回来 看一下慰问大家 好了好了 各位少爷 我能听得出来啊 其实你们相互之间是不服气的 极限商社的发展 其实还是要你们齐心协力 但是这次呢 九老爷想通过一个你们小时候 最喜欢玩的游戏 考验你们的心智 选拔一个能真正执展我们 极限商社的掌门人 咱们八个人一起念 跟小时候一样念书一样 好吗 在商战游戏中 你们将通过三轮任务 增加自己的资产 同时 你们每位在八人中 都有一位合作伙伴和一位竞争对手 他们游戏的输赢 也关系到你们的资产走向 当合作伙伴赚取金条时 你自己可以获得额外的两根金条 反之 竞争对手赚取金条时 你自己需要扣除一根金条 如你和合作伙伴中 任何一个人获得胜利 你们将成为极限商社的掌门人 请注意 你们合作和竞争的关系 都是相互的 今天晚上有晚宴 我们将会来揭晓谁是继承人 当然 老爷爷给你们备齐了启动资金 就在我们的后院的三间厢房 50根金条 20根金条和15根金条 所以你们要决定 你们第几个进入后院 来选房间 最后进房间的人 你们将平分房间里的金条 行 我在后院等你们 好不好 我在后院等你们 怎么这么诡异的钟声 这个也简单 那厅里头多少人呗 那是在在后边好我觉得 在前面好 你第一个进去 后来你的你的屋起的跟地铁 前后没关系 对 起的跟地铁似的 好多人跟你一块 我可以先进去 你俩进哪个 我一定进第四个 你又三个你进第四个 少年不要玩青眼 最后玩的是自己 不要这样 不要玩青眼啊 你到底是最后一个 别急别急 你想好了没 你要进哪个房间 没想好 我想去门口听一下 那当然不行 选15 选15 就反着选 确定了哈 来这边请 就选15 啊 啊 硬了 硬了 哈哈 有神奇又不 我自己选 你怎么会选15 说了我选15呀 谁信你啊 这我骗你干嘛呀 我说了我来 15 糟了 我们俩是最少的 一人7根 我们俩猜 他们那边也不多 5个人 10根 都比我们多 对呀 一人7根 对啊 那还多了一根 怎么办 石头剪刀布 不是我就拿了七根 反正盛亚你去拿走 我就拿七根 我们结盟好吧 结盟 这个送这个就算结盟费给你 不确定能结盟不 我给你我给你 金条我都不要了 回来了 如母 你看你藏的 你是下狐狸的 对啊 你是吃掉了吗 分吧 分吧 不是现在条金条呢 哦 金 金条呢 你把你藏的那些拿出来 我全拿出来 把大老师看见我拿出来了 你从一进步就开始藏 我真拿出来了 既然一时半会儿没有结果 请各位到大院再讨论吧 藏多少 你藏多少 不知道我没洗 人家这手都不知道 你藏多少 我不是饶你 哈哈哈哈 咱俩不一定是合作伙伴的 对啊 对啊 还那根拿来 哈哈 一个五十根那几十根哪去了 不是他 那那我那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个悬疑片吗 你们 那要问刚才在五十根金条屋里的小伙伴们 你们是怎么分的 就是不是他藏了 就是他藏了 因为我是第三个镜子 我完全不知道 这屋里已经我进去已经空了 这屋里 不是 黄炳鱼他不会藏东西的 他这种实力 他就明明的 我就在这里拿 那就是怀疑我呗 大概是这意思吧 好好像不能说怀疑这个字 只能说肯定吧 我真的没有差 我刚一直在屋子里 我这么说啊 你藏哪些呢 我进屋的时候 屋里五十根上二十根 我只看到他出了后门左转 但是我找了全面找着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五十根上二十根 也就说他可能拿了三十根 对 大老师进去是一根没有 也就说他拿走五十 你拿走了 我进去是变儿的 他拿走三十 你拿走了至少十根 至少十根 他不会骗人的 他的眼神不会骗人 他他就是这样 不是你都被骗了好长时间了 还相信他呢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 独占二十根金条的岳少爷 好沉啊 这多钱 多钱一根啊 这个好沉啊 先赢是指 后赢是钱 这几条里面 我的天哪 你等着一会儿不就围剿他了 我跟你说 ok 好吧兄弟们 什么开 等会儿等会儿 别别轻易说 我跟乃乃 我们俩一根没有呢 还有一根 有一根了 我我我给了 那我什么都没拿啊 那好了 这一根还是我送的呢 是啊 你那几根都我们送的 来大老师送你 大老师 大老师 给你一根 谢谢 你看还是关键时刻 还是小甲 你看 每个人手上的金条 有可能你们刚才也没说实话啊 只有自己知道 凭本是吃饭 金条最多的 才能够获得 极限商社的进程权 刚才这只是你们的启动资金 商场如战场 你们资金数会变化很快 别忘了 你们的竞争对手 赢金条的时候 你们要倒扣一根 你们的合作伙伴 拿到金条的时候 你们会增加两根 所以现在手头少的 没关系 你的合作伙伴给力 你也同样能够赚钱 好 咱们时辰不早了 兄弟们 请出发 现在是要干啥 这是哪来的 怎么都穿成这样的 不用了 这个能吃 这穿成什么样的 这穿成什么样的 这穿成什么 这穿成什么 这穿成的 为啥出来就被一顿骂 这古代人都这么事吗 我感觉 哦 古代了 还真是 变热闹了 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咋问了 哎 我看几位少爷 也不像是本地人啊 各位来到了今天刚刚建成的九府 刚刚建成 来到了咱们的九府啊 就要守九府的规矩 各位不妨到那边的万宝堂 去看一看那边有很多的宝贝 走走走 先去万宝堂 好 这位少爷是来寻商机的吗 是的 我打听到啊 城外的这个龟云庄啊 正在搜寻老爷所要的宝贝 我这边有24件宝贝的8样 是老爷一定会要的 嗯 我这里面啊 每人选三样宝贝 不能多选也不能少选 每样宝贝是一根金条 但是龟云庄 将会以5根金条的价格 搜够这个宝贝 我能买一个吗 不行 我就一根啊 你这么着 你把你得给我 我三个全买了 到时候分你 可以吗 那只能这样 因为我只有两 赚了呢 赚了咱俩分平分啊 可以吧 对 输了 但是就咱也说不准啊 啊 这样大老师我再给你一个 你赚了你再还我 哦 你还投资一根是吗 我给你一个 我给你 我投资 投资啊 好好好 行行 那我进了啊 好 欢迎大少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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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这边有24件商品 先把钱给您搁这 是吧 太厚道了 三根嘛 是不是 哎 有有GoPro那个 你可以挑 我说 要不说你 厉害啊 好 我先要 先要5吧 预洗 好啊 这葱 这葱 我要了 我觉得这葱肯定有玄机 可能我爸爸就喜欢吃葱啊 善动的 哎 我绝对你来个藏宝 行 咱们就听咱们投资上的溜达大顺 景云 结不结吗 结 今天就谁结都结 因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合作伙伴 我觉得景云咱俩真的有可能是合作伙伴 景云 我想给你两个 行吗 不是 我只能保证在我知道我的队友之前 假定你是我的队友 但我知道我队友之后我不能背叛队友了 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 好 反正这挣了咱俩一分 好 好 来三个给你 是吧 买三个吗 对 先放在这 然后可以巡视一分 嗯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呀 毛笔 毛笔得要一个 十四 这个要啊 十六 这个衬得要 竹筒 放笔的 那就竹筒吧 我觉得新房刚建成 需要这些东西 三家 唐三藏 真唐采我西天取经 二十四个足 上书朵 好想偷了他的箱子 但是真的 是俊俊我真的不舍得偷 哎我什么都没说 哎 知道啥线索 我啥也不知道 我俩交换 真的吗 来 坐 你有多少钱 现金告诉我 钱不重要 你知道啥线索 咱们来称朋友不 可以啊 哥 万一我要进去换宝 我没钱了 你得借我 然后换出来 我再还你 可以吗 那换不出来呢 换不出来 我抢了还给你行吗 你欠我行不 行 好 哎好嘞 二十四双数 重要 好像是这么说的 懂了 我先就健保 有了钱 我再回来找你 你确定你那宝贝 你还可以吗 你现在健保 你钱够不 不觉得我够 公子请留步 公子 小女子有一事相求 不知公子可否答应 哈喽 云阳 你们两个人在这干嘛呢 我们有一事相求 啥事啊 为我们找到情郎 我们的情郎是 国字脸八字眉 哦 她长得就是一个困字 然后 囧子 囧 小囧囧 是不是 对 找到了 有奖励吗 我们有线索 线索 好 给你找国字脸八字眉啊 找啥呢 他们验宝贝还在金条 啊 所以找你这三根金条验一下 我没有 我不够了 不是你藏了那么多 嗨 你这 现在这个 你魔障了 你陷在这个故事里边了 你赶紧进去 有人 他有人 里边谁啊 月月哥 月月哥 那我们也去万宝堂抢金条 哥哥先抢 他抢完之后 咱俩把他抓住 把咱们三分五根 然后再换一个人 一局抢 抢完之后 要出来 被另外一个人抓了 再封过 阿黄这边呢 一会儿我们有牙医 会把他打出来的 好 好吧 也合理 全部都是合理的 对吗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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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我们还抓 别抓了 别抓了 来买包子吗 公子 有线索不 一根金条一个 一个金条也太贵了 舍不得买 我没几根金条呀 嗯 不要 公子 来瞧一瞧 你这个线索不 线索我不知道 冰糖葫芦 好吃 嗯 不要 冰冰 我看一眼 你手里的东西 嗯 你这多少号 24 嗯 咋了 我用我的给你换 啥东西换 你这是几啊 10 10 我这24感觉 对啊 感觉能成 你还有啥 别的不 有啊 我可以用俩给你换 我看看 你为啥要这个 我就想 我就想感觉一下 换换 我想要一个双树 这俩你要不要 一个换俩 你这都去建了吗 没呢 嗯 行 那我给你换吧 哎 你这你这树呢 嗯 掉了 掉了 嗯 二十四呀 那你换不 行 这么着 好 哎 俊哥 你手上宝物是几啊 我想知道 十和二十 老板 你好 岳公子 来得真是时候啊 嗯 别想 岳哥进去 愿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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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卖啊 您觉得多少钱呢 我觉得不要钱 不要钱送 就送我了 好 可以 你在笑什么 你在笑什么 你为什么要笑成这样 来一个 来姐 你吗 笑死 我们这是一根金条 给你剪定一次 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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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说掉了 这是二十四 从哪儿收的 从龚军手里 这是个真的 好嘞 明白 谢谢 我再去找了点真的 好嘞 好嘞 等着你啊 嗯 好嘞 哎呦 岳哥 笑死我了 自己撞上来 我也是 帮我瞅瞅呗 好 两个宝贝 别别别别别别 别急啊 这台多着呢 哎呦 嗯 五个物件 哎我没说要验五个 哈哈 你这有啥线索 不可以帮我看一看哪个 成功率比较大一点 我这边线索挺多的 但是都需要金条啊 你有这么多金条 还不花一点 哎呀 舍不得 那你告诉我 这里面有真的不 有真的我就花一个 你说说实话 这样吧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您给我一根金条 我告诉您这五个里面 有没有真的 有几个真的 可以不 嗯 那需要五个金条 说了半天 一点线索 你真抠门 这么多钱干什么用 哎 留着 给后代 下一季 拜拜 等您等您 龟云庄的老爷 现在已经准备好收宝物了 各位现在可以前往龟云庄 兑换金条了 少林高僧 小林高僧 请各位去鬼云庄了 走上 鬼云庄在城外边 要不撒甲辩案开车 送你们过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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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车了 来车了 啊 凯迪拉克 啊 九余咱俩 走 大老师我给你一个 也行 那我跟你哥 走走 有意思 我不是去灯笼铺吗 啊 那个姑娘不是送我一个灯笼吗 那月月哥 就过来想换我那灯笼啊 问我多少我随便编了一个 说二十四 他拿两个宝贝跟我换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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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最多第九季了 哈哈 怎么还是 你现在知道吗 他现在知道吗 不知道 欢迎两位少爷来我们归云庄 我跟龚俊坐上凯迪这辆车之后呢 突然间发现感情甚是拉满了 那可不 我突然间忘记黄景瑜是谁了 哈哈 那两位这样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澳天少爷 一杆 山寨红银枪 你就一个哥 你是小麦布吗 嘿嘿嘿 这么多 小杆秤一个 怎么说 假毛毛笔一只 假毛 用旧了的戒指一把 小剪刀 你怎么这么多 换月月哥两个 这个还有啊 两毛笔筒 好 两位少爷 请到庄上小气 你稍等别的我不管啊 别的我不管 为什么我是长这个样子 哦 他还有人呢 为什么给我画成这个红塔 这是黄鲤鱼 给你画的好像发育不良 哈哈 哈哈 走吧 我离月月哥远一点啊 我怕你打我 健健 来 弟弟来 我们还坐老位置来 骗我的感觉好不好 蛮好笑的 不是 问题是人家摆在那桌上卖的 对 自己过来问我 你那是什么东西 我在车上听着的时候 真的我整个人都无语了 我都能想象到你那种 自作聪明的样子 真的 你是自己过来问我的 啊 不要再说了 我干了那么些年聪明 我被 我被龚俊说你太天真了 我的妈哟 我不想活了 他怎么了 空手套白狼 我真的 我今天才渐渐明白 我们这个节目的真随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平分的 所以我才选择50 然后进去之后发现错了 这个游戏就是先来先得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这本身上20个了 我现在进死没了 20个都没了 原来是我的问题 而且特别实在 房间里50个人告诉我50个 他进去的时候就21个 没有 我本来想说你进了15个的房间 我准备藏325个 也就留15个 你玩到这个游戏的军属 浩翔我觉得他是什么 他是人工AI智能 他来了两期之后 他迅速找到这个游戏的 绝窍了 我觉得那就是 那个我们小燕 小燕的天性 你喜欢囤东西 我是苍蜀 小燕你好厉害 我来这节目这么久 都没有学会 你这种 房门康你也说别人 把我当初还给我 我觉得我们俩作为师哥 真是白学了 还不如师弟呢 这个节目就是师弟坑师哥 你这么坑你也不给你几个什么 不过了 谢谢师弟施舍 没有没有 哈哈哈 来事再报啊 来事再报 好各位少爷 怎么样 我们装上给各位准备的餐食 还满意吗 满意 我们现在要来说一说 刚才你们上架的真品 我们进行了一番结算 首先我们来宣读的是 我们的名少 我要站上去 名少爷这一轮 你获得的金条数量是 哦 试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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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一个都没有 哥那你快点回来呀 回来干嘛了呀 干嘛呢 就是小明哥都没有一件宝贝 是真的 盟友赢了是加两个对不对 对 然后如果是敌人赢了是减一个 但是没有负数吗 一会儿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人是负数 啊 行 试 试懂 试懂 喂 零是什么意思 零是啥意思还不知道 还问他 零是啥意思 哥要不要我帮你補机一下 这不零吗 零是减纯 翔少爷这一轮 你获得的金条数量是 没有 两根金条 哦 哦 队友赢了 队友赢了 他自己没有 大少爷这一轮的成绩非常优秀 你将会获得 一根都没有 一个没有啊 你俩可以凑一对了 咱们俩都是零 咱俩不合适 炮少爷 刚才教了很多废品 你最终获得的金条数量是 几根 哦 哦 哦 他都会再拿回去的 哦真假的 这包袱铺这么久吗 哇 恭喜你 21根 哇 为什么 啥 为什么 他有四个真品 然后队友 队友赢了 然后队手也赢了 小甲 你都干 你哪弄那么些真品 你就默默无闻的在那 东药一根西药一根的 他脸上的笑容啊 已经藏不住了 彭少爷也不傻 彭少爷 彭少爷的成绩也同样优秀 你最终的金条数是 赠一根 怎么还有负数呢 因为你的你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竞争队首赢了 对 你分析的那么正确 合着你一个宝贝都没有 是吗 对 拿了我的一个假灯啤 嘿嘿 俊少爷刚才的计谋非常的精彩啊 可以哈 拿一个假灯笼 嗯哼 骗到了彭少爷 所以最后你获得的失误量是 零根 啊一根都没有啊 你不是很牛吗 我有五个宝贝 哥 你很厉害吗 五个宝贝一个都没中 五个宝贝一个都没有啊 对 无议咱俩都是零啊 我真服了 三零 那我们几个可能就是一家的 一家或者敌人 那我啦 你是孩子们当中最聪明的了 你觉得你能拿几根 我觉得我能拿七根 你要你觉得吗 我我我肯定中了一个长毛 我的合作伙伴也赢了 两根摘下来七根 你的分析 十分的不靠谱 但是恭喜你确实获得了七根 哈哈哈哈 我龙傲天 没有今天 我们家雕神了 都说吃水不忘打井人 你我你干嘛还打井啊 你打我干嘛呀 哈哈哈 我在井人是吗 我在大井人 我 哈哈哈 得嘞 谢谢您啊 得得得得 黄少爷你觉得你能拿几根吗 我觉得我能拿 九根 燕队两件 对手也燕队了 拿九根 掌声送给他 啊 你得你你离我远点 我给你拿不起 现在等于黄景瑜赢了 我有赢了 然后杰斯丁赢了 我队友没拿着 谁没拿着 我跟锦鱼哥应该是一伙 你拿了两根 你根本是一伙 我拿了两根 但是我没扣 那我扣那根啥意思 你扣那根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赢了 那咱俩的竞争对手是不一样的 是吗 对 啊 每个人竞争对手不一样 我们参加的是一个节目吗 啥意思啊 俊俊我觉得咱俩挺像一对的 都挺傻的 我来算一下 这几个是不是还至于拿他算呢 锦鱼 对对 前两根 放下 啥 握手是吧 不是 不是平分吗 四个 剩四个 来 一个个 哎 正了 老爷们锦鱼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爷们 这样我来揭秘一下 在24个珍品当中 为什么有的人赚的多 有的人赚不到 是因为24个珍品当中 24能被谁整除 就是我们家老爷要的珍品 嗯 因为我们龟云庄的家训就是 兄弟之间 除了你 就是他 这八件宝物其实都是你们周岁的时候抓揪的物品 各位少爷 咱们用好午膳了 我就不留各位了 出发前 大家一块干个杯吧 君乐宝 简醇酸奶 零添加遮糖也好喝 减负不简单 有简醇的陪伴 后面的任务一定能够轻松过关 怕遮糖喝简醇 简醇无负担 挑战无极限 来 干杯 咱们在街上说话不方便 怎么现在都不就是什么玩了 哎呦 是随时都很优雅啊 优雅又不过时 各位公子 又来我健保阁 有何贵干啊 我们下边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 咱们在街上说话不方便 借一步说话 哎呦 哎呦 内有乾坤 相信各位公子 来我健保阁是为了求财 嗯 你们也给我一条发财的道 好 各自说一条在场其他人不为人知的秘密 作为交换 呦 公俊很抠啊 哦 他抠到那种剧组里的盒 反正都带回家去吃 啊这你都知道啊 哥 这我知道 公俊一般喷香水都只喷人中自个闻 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啊 太抠了兄弟太抠了 说说吧弟弟你知道谁的秘密啊 大老师大老师当时出过店门 所以说才那么才写出那么多电音 啊 出去出去店门难怪头发今天啊 对对对 因为我是做电子音乐的嘛 一定要做在电子上 哈哈 电子上做音乐 哈哈哈哈 我被你笑死了 太多了 咱们兄弟几个谁最败家 只有小明哥 因为他每次早上起来 都要换一套100支的纯棉四件套 为什么 他锋利的下额线每睡 早上起来 不管是乔麦枕 鹅绒枕 全部把那个四件套拿得体力完肤 你的意思是说小明哥玩切水果的时候 根本不用手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 我这个西装是小明哥下额线裁的 不就吹牛板谁不会 我的刘海是小明哥帮我裁出来的 我知道了好多的秘密啊 相信大家都期待着下一阶段的任务 据我所知 谢府的谢老爷想要收集一整套 自画 但是还缺了五组 这梅组里面有两幅自画 卷轴上面两个数字 如果相加是24的话 就是谢老爷喜欢的 怎么都喜欢24啊 因为24是一个轮回 一切都会回到起点 万宝堂正在售卖自画 当你们买到正确的自画的时候 就可以送到谢谢师傅 管家收购自画的这个价格 可是在随时变化的 哎呀 好吧 咱们出发吧 走吧 来公子咱们黎元到了 可以到里边听听小曲啊 听一听 来里边请啊 走着 天青色的烟雨儿我在等你 吹烟鸟鸟升起隔江千万房的 你有线索吗 那要看公子牛懂不懂我了 哦好好好怎么懂呢 啊 我好喜欢你 嗚呼 爱你 嗚呼 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对吧 可以啊 公子你还是很懂我的 我是你的知音 可是你懂完了啥意思 已经有人懂过了 啊 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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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看 往上看 丑八怪 看了 公子还是懂我的 你有什么想要验证的 我有一个卷òng 13到17 小岳元就是夜 翻译图 那我就是15 12到16 这个你音乐献罗是大张伟出道 啊是14岁 等于sem 我要找10和9 那我白唱了 谢谢公子碰唱 哦 你们这都表演过了 又又不给我线索 这不是忽悠人吗 哎呀 哪里有线索呢 有线索不 工资找我有啥事 找线索 左号准备了没有 左号准备了 哎呀 看来你说话这个口音 咱俩是老乡了 老乡啊 你是哪里来 河南的 河南来 嗯 哎呀 太好了 好 你想看一看 看一看 对 要说 要要说这个呀 就必须用方言 回来你赖一遍 可不可以用什么四川话什么的之类的 河南话 河南话 老乡 老乡 来 凯师 凯师我的表演 啊 老须香纳玉环玉 老须香纳玉环玉 对 用抹油 油玉 墨玉的 老须去找油玉 墨玉的 老玉 我看啊 你这也不够表准 啊 你还跟我说是老乡 哎呀 老乡 我这是刚刚 你抖着 你再来一遍 好的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老须向那玉换玉 老须向那玉换玉 忧郁墨玉的老须去找 又绿墨玉的老玉 洋玉的老须用 八条八百八十八条玉 换来老玉一头玉 对 老须忧郁又有玉 玉换玉 肥上好 哎呀 老乡 老乡 肿肿肥上好 快来帮我看一下老乡 乌拔 乌拔 双鸡 双鸡 对 双鸡啥意思 你自己去找 啊 双鸡666 我俩宝贝 知道了 谢谢啊 谢谢啊 老乡啊 种种种 6 找18呀 看看 一个是15到19 另外一个是5到8 这幅字画 我 收下了 耶 你可以获得6根金条 可以可以 在结束之后 我跟您结算 那你待会给我三根 找三 要不你先给我两根 我给你找五块的 给你两根 我为啥要给你 再给我拿两根 我给你五根 我给你 哈哈哈 俊少爷 怎么说 来箱子打开 咋的 我还要再拿一根 啊 队友输了 悦远哥和严浩强 可能是我的对手 这位少爷 你确定你这资料靠服吗 靠服吗 好 行吧 那就祝你好运吧 行好的 谢谢 想想啊 我推的对不对 这我不 我不知道 想想 哎 这孩子 哈哈哈哈 你结了没有 结了扣钱了 我们俩是明摩的可能性很大 是的 因为我们俩都被扣钱了 对面两个 和严浩翔 他们三个人 其中各有一个 是我们各自的对手 对 严浩翔是我的对手 我要代表老爷 向你们表示感谢 老爷拿到字画 非常的高兴 嗯 那接下来呢 我知道自求多福 好像有一些问题 我们家万宝堂卖的玉佩啊 有人往里边放了赝品 而且是以盲盒的形式 老爷其实非常生气 也很着急 希望各位能够出手相助 拜托各位了 自求多福 请 江湖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两个队友 现在我们俩必须得找一个有钱的盟友 联合起来 先拿到一些更多的钱赢对方的钱 我觉得我们找一下那个谁 小甲 因为我们这几个人肯定不是竞争对手 他的盟友刚才说的是两个 小甲的对手是竞云 哎不对啊 小明哥的对头是你 我的对头不是小明哥 那你的对头是谁呢 我的对头是公 哦 你的对头是龚敬哥 那你们三个能进去吗 但是我不会骗龚敬哥 因为我要代替小明哥共同富裕 哦 是是是 所以你们的关系太复杂了 咱插进去吧 哈哈哈 你的真的都没了 金鱼哥 你的真的都没了 所以咱可以挣三个吗 那我为什么 我有个我有个真的在 我们可以一起挣十个呀 小明你跟我走稳钻十个 小明哥你跟我走稳钻十个 我把我两个假的全放进去 啊 师哥 你跟你信我 你信我 小明哥你真的只能信我 小明哥你真的信我 小甲 小甲 咱换一思路 咱俩在一起进 我不要 咱俩找个人进 我跟你一起进干嘛 咱一起进 那我跟你跟浩翔一起进 不行 要进我们三个就进 我们三个进 嗯 三个进就进 走啊 那我们跟你进去 我稳定出假的 我也稳定出假的 进去扣 一起扣五个 一起扣吧 走 一起扣五个 走走走走 我可以拿假的 等一下 我先拿 没事 让他们先玩一波 得拉着俩弟弟进去 才行 第一轮我拿假的 待会 第一轮我来拿假的 你拿真的 只能这样 小明哥 大表就出了 哎 信任 啥意思啊 你们这轮 我没扣 这轮居然还加了三个 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里面肯定还有一个证 我给的假的 我我只留了证 但小明哥 我可以把这个假完全丢掉 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他的竞争对手 我跟你们没有任何竞争的关系 我们一人加是个对啊 我的队伍也跟你们也没有任何 但万一你再出一个假 你你的假的和那个换的牌子 不可能 那我也是真的 真的 哈哈哈 我们必须只能拿一针一下啊 如果他是假的 我们至少也约一约三块 好吧 看你出的真的还是假的啊 警局 你跟谁都不玩 你在这问来问去 你有啥好问的 你开始进去 啥都不问 光在这问线索 你要跟我进去 把我告诉你 来 这样 我们跟他进去 来 这样 我们跟他进去 来 这样 我们跟他进去 好 咱们几个老成员 被两个年轻人玩成这样 被两个年轻人玩成这样 两个年轻人在这期节目里独领风丧 两个年轻人在这期节目里独领风丧 真的 我真的 我现在基本上也是下线了 这谁这么惨就一个金票 小飞哥 太惨了 不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了 别打了 我这次拿假 你先拿真的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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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个假的一个针的 我一定不会骗你们的 本轮三个预配为两针一駕 不急 才对了 我只骗跟我有冲突的人 哎呀 我天呐 哈哈哈 弟弟啊 真的是 哎 晓明哥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都说不动你呢 就跟被迷惑了一样 不要跟人进 他俩还算呢 这俩 我跟你说 还 他俩最后 这个四四给玩没了 我们又是一整一假 你拿假的吧 真的 我们再拿一个真的 好像有真的 我也是 对 只有他是真的 就是有真的 咱进去搞一下 留着干啥 来一轮的 你是啥 假的 假的为什么要跟假的走 只能正三个 只能正三个了 还有真的呀 没真的了 不是你真的去哪 哪轮用了 刚给了 我就那一个了 没事不着急 还不着急呢 那完事了 哈哈 现在只剩我们手里有 其他人都没了是吧 都没了 小明哥你有没有想过 你俩是想的有点过于太多了 哈哈哈哈 其实没那么复杂 第一次玩这种互相坑的游戏 总是要让我了解一下 各位到底是怎么玩的 你管他 至少不能当最后一个呀 就是不想说的太难看 那当然了 你刚才盘那么长时间 其实已经说的很难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 请约走吧 终于到我了 我别我就交这了 就是你们计划的一样 两下一阵 每个人说三个 他们是下面这一轮是五人说三个 那你现在是有二十个 我我真的换成假的了 假的换成真的了 然后我还扣了五个 所以是看那个玉佩 不是看那个 对 看的是玉佩 不是看的那个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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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快来 亮哥 他抢我箱子 不能 我希望我希望儒雅一点 我给你试试 哎呀小姐还光动脑子 忘了这种农家乐的方式了对不对 就是可以亲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嘛是吧 不重要一样就要儒雅 这里边就只有咱俩能过日子 跟谁过都是咱俩吃亏 是说算不明白 对 有商量商量 你哪也没有用 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不要了不要了 走走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把我给她们放下 我会跟你坏一下 哎小明哥说实话累不累就玩这种动脑的事 这个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 我觉得以后还可以再给一个机会让我再试一次 今天没玩够我跟你说 这次帮了我们府上大忙了 我代替我们家老爷谢谢各位 做生意要真诚 对兄弟要信任 对他人要宽容 做事情要勇敢 九府晚宴已经准备好 而且马上就要选出新继承人 各位请吧 一步九府 现在下载拥和执法APP 本节目由配备超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凯迪拉克纯电Lyric瑞哥赞助播出 帕浙糖喝碱醇 本节目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夜 Fantasy Lum Loop 黎后 在号八里 家坛万冠呢 我现在是啊 一堆餞條好开心呢 连还能打餡條呢 因为我心照被偷了 最后只能现见了 少爷们你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 老爷已经等候多时了 一会儿进到房间里 你们就要做最后的选择了 进入房间之后 你们的面前将会有两个箱子 分别写有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在合作伙伴的箱子内 放入金条后 放入的金条数量 可以翻倍后 在竞争对手的箱子内 放入金条之后 竞争对手翻倍扣除 当你的合作伙伴金条数量 全场最高的时候 你也会获得本次游戏的胜利 小贾想问一句 要是欠条呢 我要还给小贾金条 我刚才从他那拿了几根 我们衙门欠你五根金条 你要还他几根 小贾那有五根 我还给你行吗 好可以 谢谢月哥 我还可以还啊 哎那偷我十根那人是谁啊 然后因为我本身不用欠欠那么多的 没事没事 那个是我偷的 我还你 小明哥 小明哥你竟然做这种事情啊 哈哈 许文强投金条 好啊 我就一直想着说什么时候还你呢 现在还你呢 哎你看看峰会路转 哇还有热的我 好 各位想好之后 可以到屋内进行最后的选择了 祝你们好运 是可以分开还是可以商量 商量一下吧商量一下吧 来吧来吧小贾 来坐这儿 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 咋了 我的都给你了 为什么 你们赢就行了 我不能让我的对手赢 因为我现在已经赢不了了 我是你大盗 我是你大盗 我说我们俩也赢不了了 我就说不能让我的对手赢 我打算让就是 龚俊哥跟小明哥登顶 登顶是吗 你的偶像吗 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来了 说出来这么大声 他们能听点小贾是 哥 哎 我有个想法 要我们直接把 竞争对手的全部杀掉 没必要 因为小贾是非要赢我 他肯定会杀我 所以你现在 把你现在手里都给我 然后一会我全投给你 行 然后你就翻倍 他们怎么六个在一起商量 就给我一种咱们俩打全世界 这样 咱们我俩打二点六 走 那第一点 走 现在我这里是 我和杨晓翔两个人的钱 我把这些钱 全部托给他 翻倍 我把自己就扔在这前面 在下杀我 杀来杀去 杀个空 蛮好的 我觉得啊 如果你们赢不了 你给我们 我们加倍 最后咱们都给加南亮 让他 但不行 那就得你们都给我 只有我能给加南亮 让他赢 让谁赢 亮灵 今天他生日 对 对 行 我觉得行 我跟亮亮聊一下 对呀 怎么呢 你你把你这几个都给我 啊 好不好 我赢了我跟你 分一半 我不要 我就想辅佐你上去 真的 谁能让你反对 那个 谁 工具能让你反对 那我就把这个工具没 都给你了 行 行不行 啊 月月啊 你肯定赢不了 对不对 对 给我吧 现在是咱们几个结盟才能赢 我们所有人结盟起来 我们投给亮各位 我跟你呀 所有的金条 打算都给我的合作伙伴加南亮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们看能不能帮他赢一下 少爷们 嘿 有两位获得了我们今天任务的 最后的胜利 他们也将是我们新的继承人 让我们恭喜 炮少爷 亮少爷 好 让你们玩游戏 怎么都没玩就睡着了 怎么都没玩就睡着了 哦 天都黑了 哦 一场梦 大家做梦来了呀 这儿的呀 哎呀 哎呀 我刚才啊 去后院 看到了你们小时候抓粥的东西 有红银腔 有蒜盘 有波乱骨 还记得当时小少爷抓粥的时候 抓了个包子 对哥哥们嘲笑了很久 我还找到了你们小的时候 玩游戏中的箱子 箱子里装的是老爷 罚你们抄的弟子规 所以这次你们几个兄弟回来 老爷其实是想看看你们 是否已经懂得了经商之道 真正的经商之道 其实就是为人之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耍手段 只能赢得一时 真诚公道才能赢得长久 在这里 我也恭喜你们通过了老爷的考验 也共同获得了极限商社的继承权 希望今后你们兄弟齐心 把真正的经商之道 为人之道 带往各处 用真诚公道造福各方 共赢共利 好不好 好 今天也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我们亮少爷的生日 三日之后 也是我们月少爷的生辰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咱们许个愿吧 许个愿 我希望看我们这个电视的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善良的人都被温柔以待 希望咱们节目越来越好 真的希望大家伙都能够永远幸福快乐 希望您也是啊 谢谢 所以摸一下吧